上班上的好累 想要放假吗 别忘了今年跨年有四天廉假 而春节有九天廉假 要及早规划 当然这一时的即将登场的国际旅展提前开打了 从旅行社到航空公司 大家都来抢钱 再加上呢 今年开放美签 因此旅行社业者主打的是美国套装行程 旅行社业者到航空公司 各出奇招吸引人目光 团飞降价再降价 让即将登场的国际旅展提前开打 我们便宜一万两千块 旅展现场现审一千元 然后还可以超乎带 九天的春节年假降价优惠偏重欧洲美西县 欧洲十日游降价最多第二人现审一万二 团费从十万降到九万 美西团旅游北欧分别有第二人降价五千优惠 开放航线则有业者打出美人降价一千 新加坡的话 五八八来讲是小线是一个人是最低的 我们有五百到两千块的不等优惠 然后甚至我们还有金字旅游的折扣 航空三大巨头祭出机家酒 香港新加坡线一万元有找 四天的跨年廉价到九天春节假期 民众乐方十三天的假期 旅行射到航空公司顺势组打 环废降价 抢观光商机 同学台北综合报道